903廣播劇 歐陽志強 叫我們女神女神 夫親鞋親連T都親 我是志強女神 她叫做歐陽慈錯任 喂!你今晚不是去跟歐凱淳拍攝嗎? 我也去啊,好嗎? 都不關你的事 我去工作的,你猜現在看明星嗎? 對呀,你認識歐小姐那邊的人嗎? 不懂啊,都沒合作啊 想問問他們難不難相處 我想應該OK吧,不用那麼緊張啊 我沒有緊張啊 不緊張? 不緊張?你的眼睛會紅了嗎? 我... 和Paco分了手 現實有大把戰鬥 現實還會叫你發怒 現實是我讓你邊笑邊哭 一日落後 第57集,分手快樂 林Paco,你現在玩什麼啊? 你在哪裡啊? 公司啊 那你小聲一點,好嗎? 你不顧我,你不顧自己 你都顧歐陽啦 你究竟搞什麼啊? 你等我慢慢跟你說吧,好嗎? 於是,Paco就開始講他的故事 說明先,這個是他的版本 一定有對自己美化了的 我相信 那天我不是跟你去公司找歐陽 我打算談一下嘛 嗯 那都沒什麼怎麼談 我很想念他 我很自然 會跟他說 不如一起回吧 事實我真的有想過 將來應該怎樣跟他生活 那之後到那一刻 我們都沒什麼問題 那那天你知道啦 他M痛嘛 我知道他痛 已經特意跟他去吃點熱的東西 不是去吃什麼生冷的東西 那走了去跟他吃越南東西 打算叫可粉 那一定沒事啦 忘記了酒驗世啦 我真的不夠你記得他這麼多這些東西 對了,一時不為二 我忘記了叫那個時營酒驗世 歐陽發脾氣是不是 剛剛相反 見到那碗生牛殼 整碗都是芫荽 我已經知道糟糕了 那我就跟他說 再點多一碗 那那兩碗就等我吃 嗯 那他眼睛說不好 說不想浪費錢 還在跟我說對不起 說他自己都忘記了生牛殼 是會加很多芫荽的 跟著呢 跟著我就說不好 他都不吃得芫荽 誰知道他就說沒問題 硬地撥開芫荽 吃了一口可粉 吃了一兩口 就說飽 就說夠了 那一晚我回到家 我自己忍不住 我都在想 我究竟在做什麼 問心那句 我跟歐陽分開了這麼多天 是不是真的好不開心 是不是真的好想找回他呢 我開始明白歐陽之前說的什麼 即是怎樣 其實我可能真的 只不過是習慣了跟他在一起 也都不捨得沒有了他 還有怕傷害到他 但是 但是如果老實這樣問自己 在這一刻 我是不是情願自己一個人呢 又好像是的 好像會過得輕鬆一點的 又會好像沒有那麼大壓力的 至少我想做 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用怕會連累到別人 不過我不可以承認 我不可以承認 我不想讓其他人覺得我是一個自私精 你明白嗎 我想問你 你有什麼壓力呢 你也是我的壓力 蛤 關我什麼事啊 你們個個都要保護歐陽 覺得我一定要對歐陽好 一定不可以傷害他 其實他已經25歲 不是小女兒 為什麼我跟他的事要關你們的事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責任推到我身上 我不是說推卸責任 你不如去問問歐陽好嗎 是不是覺得所有的責任 都是真的在我身上 如果他說是的話 我沒有話可說 我無法幫你語言 委屈求全又沒有用 可是我多麼不捨 朋友愛的 那麽苦痛 之前我看過一篇網上的潮文 大概是說 怎樣分手都好 什麼人總會覺得是個男人做錯 這樣對個男人好不公平 男人偷食就是男人色色賤格 女人勾佬呢 一定是個男人對女人不好 是有苦衷的 想想一下 編文又真的好像說得幾有道理 例如 如果你有個朋友分手 那個朋友是女人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他很可憐 要安慰一下他 如果那個朋友是男人的話 就算他哭到豬頭 你都會覺得他喝了兩杯 睡醒一覺就可以什麼事都沒有 事實上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滿首快樂 祝你快樂 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不想過動 厭倦沉重 就飛去熱帶的島嶼游泳 那我可以不怪你 但你老老實實告訴我 你跟他說分手是真的不關別人的事 沒有啊 我都情願有 這樣可以跟他決斷一點 不用現在那麼煩 你千萬不要 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啊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想錯 不想再跟他在一起 你就不要再哄歐陽 甚至不要再找歐陽 你不要再給他一個希望 還有你 你不要跟歐陽說 我又找過你 好 我答應你 這次分手真的是最後一次 我也不想再傷害他多一次 你真的想清楚 就是想得太清楚 想得太久 分手快樂 請你快樂 會別錯的 才能和對的相逢 離開就愛 像坐慢車 看透著了 心就會是晴朗的 沒人能把誰的幸福陌生 你發生你快樂 你發生你快樂 第57集 分手快樂 司徒志強是志強 周柏豪是Paco 你自信時候真的沒多了 當你對男朋友女朋友的事 已經不再太上心 是不是代表你不愛對方 上來司徒志強地盤 Facebook Fanpage告訴我 歐陽志強 一呼一吸 雙生雙客 MING PAO MING PAO